人和人之间的接触 固然有理智与利益的成分 其实更多的还是感情交流 没有谁会在生活里每做一件事 还考虑这会不会合不合利益 那不是人 是机器人 指引人行为的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本能 而非理智逻辑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人物也会犯下低级错误的原因 一厢情愿的认为是大人物就一定智商无敌 就一定不会犯错 本身就是极傻逼的认识 该去多读读历史 有了和南宁江之间的这层关系 相信以后许多事都会好办起来 前应陈苏醒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 一时间倒是有不少人过来看他 包括玄中子 金银二老 李松周芳华等人 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他床头 须寒问暖 看着这些往日里追杀自己追得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家伙 如今对自己关怀备置 唐杰内心忍不住暗暗发笑 实在憋得辛苦 分身笑不得 便干脆通过本体在那边狂笑 弄得许妙然莫名其妙 想不明白这家伙发了什么失心疯 难道自己跟他说养的狗死掉了 自己伤心落泪 隆重下葬这事很好玩吗 怒从心起 对着本体的屁股就是狠狠一脚 黄月也来看强英臣了 那是唐杰最紧张的时刻 尽管做足了准备 但在黄月出现的那一刻 他还是像个面临监考老师的作弊学生一般 内心满是紧张 黄月浑然不知道 唐杰内绷紧如钢丝般的心弦 一进来就喊道 哎呀 英臣老弟 你终于无事了 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在黄月的心中 其实一直有一种傲气 就是自己戏出名门 他是诗无念的学生 未来执掌天神功的大人物之一 南宁江他算个什么东西 要不是追杀唐杰 需要他一点小聪明 隔在往日 黄月是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整个追杀唐杰的天神功序列里 唯一能让黄月放在眼里的 大概也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犬王何长安 当然何长安是不是把他放在眼里 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另一个就是前英臣 相比黄月 前英臣显然更符合这个 未来执掌的描述 因为他是丰墓园的义子 徒弟可以有很多 黄月的美好未来里 免不了会有一场同门相残 前英臣这个义子却是独一份 正因此 黄月很乐意与前英臣建立同门关系 所以他的态度也是特别热情 抓着唐杰的手 满脸笑开了花 唐杰像个偷钱包被抓的小贼 木然而微带惊恐的 看着眼前满脸笑颜的家伙 以他的智商 一时间竟未能反应过来 这货为何要对自己如此热情 他越是盼着对方走 对方便越是响流 一边拍着唐杰的肩膀 黄月一边道 哎呀 英臣老弟莫要气乃啊 此战你是虽败犹荣啊 想当初那么多人 围追堵截唐杰 不也是被这小子逃了吗 此子诡诈 不可轻敌啊 英臣老弟 以一人之力独占唐杰而能存活 不愧是恋寿天才之美欲啊 唐杰从嗓子眼里挤出几声甘笑 多谢黄真人关心 哎呀客气了 你义父我恩师 分数同辈 你我也当平辈论交啊 我比你年长几岁 托个大 你叫声哥哥便是够了 听到这话 唐杰终于有点明白过来了 不过 他一点都没有跟黄月交好的意思 只能用言语暗示 自己伤重 不宜长时间待客 那意思就是你快走吧 我就不留你了 黄月听了 却是哈哈一笑 一拍脑门 哎呀 瞧我这记性啊 一转手 从戒子袋里 摸出一个白玉的成盒 白玉是保存稀罕药物的成器 使药效不易流失 此刻黄月将盒子递给唐杰道 这是兄弟我前些年 弄的千年王之经 有要死人活白骨的功效 被我买来后留作续命的后手 如今呢 便送给英臣老弟了 有了他 这伤也会好得快许多呀 无需多用 只需对着那根处 挤上挤地精华 便有奇笑 他这唠唠叨叨说个不停 表情更是露出肉疼之色 唐杰却是听得惊了 千年王之精华呀 这可真是好东西啊 是连九角诸仙阵里都没有的 没想到黄月竟然会有一株 并拿了出来 看他那万分不舍的样子 其实也未必是想给自己 只是想让自己滴几滴 剩下的再给他 所以才反复说此物的用法 唐杰哪里会给他呀 接了盒子 往枕头底下一塞 对着黄月就是义工 多谢哥哥成全 黄月脸上的肉是一阵哆嗦呀 不过身为大人物嘛 他怎么会舍不得这点赢头小利呢 他拉着钱赢臣的手道 哎呀 这个老弟 何必如此客气呢 你我分数兄弟 守望互助字是应当的 他将这守望互助二字 咬得特别重 唐杰立刻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哥哥尽管放心 有英臣在一天 就永远支持哥哥一天 他这个便宜少门主 反正也不负责任 许诺是张口就来 别说是一个支持 就是再大的承诺 他都敢给 反正这吹牛也不上税 最妙的是 他骗的是天神功的人 绝不违心 黄月笑得是眉开眼笑 凑到唐杰的耳边道 过些日子 我师尊要从徒弟中选一个出来 传授大院神通啊 传授大院神通 唐杰吃了一惊 可是我怎么听说 入门者皆有货船呢 嗨 入门者只传钢要 算不得真正大院神通 这一次 却是真传啊 随着黄月的解释 唐杰渐渐明白过来 原来 师无念 一共有十四个徒弟 但是获得真正的大院神通的 却只有三个 即大徒弟 二徒弟和五徒弟 可惜啊 这三人中有两人已死 只剩一个老五还在 也是如今师无念最出色的弟子 由于只有一人获传大院神通 师无念不放心 因此 一直在选择新的 接受大院神通的继承人 黄月 是师无念的第十三徒 于洞察一道 颇有天赋 师无念 有意为天神功 寻一个执掌洞察的继承人 便收了黄月为徒 奈何 黄月想要的更多 若是 风狼主肯为我美颜一耳 那么师尊 是有可能选择传我的 黄月已道出他的目的 风目元身为青天郎主 他的面子 师无念 不回不给 唐杰握住他的手 正色道 哥哥放心吧 我这边书信一封 传我义副 请他为你美颜几句 黄月笑得 眼睛眉毛都挤一块去了 抓着唐杰的手道 哎呀哈哈 哎呀 多谢弟弟了 多谢弟弟啊 对了 不知那大院神通 总领纲要 可否接弟弟一官呢 唐杰突叨 什么 黄月 历时正中 这可是大院神通啊 唐杰竟提出想看 虽然只是纲要 却也是意义非凡呢 只是总领而已 唐杰言辞恳切 英臣以仙徒发誓 只是好奇 绝无际语啊 听到这话 黄月想了想 终是一点头的 嗯 那好吧 呃 我便把总纲 给弟弟看 不过 弟弟可千万保密 不可泄露啊 总领 虽无修炼之法 却也涉及到 神通存在之根基 亦是不可轻易外泄的 啊 弟弟明白 敢以 英臣在炼兽门 一生之城为事 绝不外泄 唐杰拿别人发誓 毫不手软 这一会儿功夫 已经好几个大誓 这么发出去了 黄月见如此 也只能答应 本来还想再跟唐杰聊一会儿 增进感情 唐杰却不愿他在这儿 干脆一翻白眼 表示自己头疼 要睡一会儿 直接打发他回去了 看着他离去 唐杰这才长虚口气 再想到刚才的事 又不免觉得好笑 没想到 易容成钱英臣 竟然还会得到这样的好处 说起来 他当初冒充钱英臣 并不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而是因为发现有机可衬 才临时起义 正因此 其实当初他并未想过 这么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思考 如何不被敌人发现揭穿上了 直到此刻 他才意识到 自己似乎犯了个错误 那就是他混入天神宫的意义 到底何在 情报吗 人都已经在山里了 左右不过是一些封堵计划 围剿人员 可是这些情报有意义吗 追击他的是玄中子 又或是别的画魂 有区别吗 再说了 有西残痕在 南宁江再怎么瞒 大部分的计划 还是会通过西残痕给自己的 情报价值 有 但是不大 杀戮 很显然 这也不现实 爆起杀人 像刚才的情况 他的确可以杀任何人 南宁江 黄月 甚至是金银二老 李松 只要他愿意 爆起之下 就连玄中子都可能杀掉 但那又有多大意义呢 接踵而来的 却可能是分身的死亡 杀戮的价值同样不大 反倒是黄月的到来 让他看到了另一件事 另一种可能 利用钱英臣这个身份 他完全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 甚至于什么都不需要付出 就可以让别人自己把利益送上门来 想到这儿 一个计划浮上心头 唐杰已是呵呵的笑了起来 他为这个句话取了个名字 叫做无限透支 透支的是钱英臣 得好处的是唐杰 当日夜 黄月送来了大院神通的纲要 纲要并不是修炼法门 而是修炼神通之前的基础理论 是对事物现象的深入阐述 这就好比要做工程师 就得先学习对应的基确理论一样 理论结合实际方为上策 而大院神通纲要 就是大院神通的基础理论 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关于怨吏的 唐杰对大院神通没兴趣 喜悦派有的是神通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别人家的好 但是他对怨吏很感兴趣 这很可能帮助他进一步了解天地法则 在看过纲要后 唐杰终于明白 大院神通和怨吏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诗无念在大院神通纲要上的阐述 所谓的怨吏 其实就是念灵化形的另一种形式 灵念化形是心魔的由来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人的思维意识 因修炼的缘故 渐渐凝实 成为介于虚实之间的真实存在 分神念与魔念两种 后者即为心魔 心魔的由来 就是那些不可控制的邪恶意念 甚至曾经的心结隐藏的邪恶等 一激发之后 成形 灭之可渡心魔 不灭则磨念入体 要么走缓入魔 要么自身化魔 神念也好 磨念也罢 通通都是人的念头 因自身修炼的缘故生成 只存在于修者自身 愿力则恰恰相反 它是人的念头 得到天地的回应 因天地而生 存在于天地之间 施无念用最简单的比喻 来描述这种现象 就是 愿力 就是这一方天地的神念 或魔念 很难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即便是施无念 也无法解释其根源 但至少 他找到了利用之道 他的大愿神通 就是对愿力的最佳利用 愿力 就是这一方天地的神念 或魔念吗 唐杰细细咀嚼着这个论点 脑海中 刹那间已是生起了无数念头 突然间 他想起了通灵山区的传说 曾经的天神宫 大举入侵通灵山区 他们浩浩荡荡进入山区 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法宝 杀戮着山中的生命 攫取着山中的灵草 毁灭着这里的一切 大山愤怒了 他困住了这些入侵大山的混蛋 将他们牢牢的困在山中 然后是天神宫的仙台出手了 一掌震山 即便是大山 也不得不低手放人 想来 若大山有灵 也会对天神宫恨之入骨吗 我发大红月 世灭天神宫 唐杰的心中 再度泛起这句话 隐约间 他感到自己的一丝念头 飞了出去 飞出这清幽小珠 飞入这大山之间 然后 他感到这大山中 隐隐存在着一股意志 这意志带着荒芜的气息 荒凉 浩瀚 带着无尽岁月的苍茫 将唐杰整个笼于其中 当唐杰那充满杀戮的意志 遇到这个意志时 那意志突然颤抖了一下 然后如巨人的手 将唐杰的意志揽入怀中 是的 揽入怀中 明明只是无形的意志 唐杰却感觉到 仿佛父辈的温暖 那一刻 他彻底确认了 这就是 大山的意志 大山有意志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只是从来没有人 接触到过 但是现在 唐杰接触到了 不是因为 他对着大山的礼经 不是因为 他对着大山生灵的爱惜 不是因为 他在这里长期的生长 不是这一切任何理由 而是因为 他们有着共同的憎恨目标 天神功 在通灵大山 亘古存在的岁月里 他从未遭遇过任何挫折 只有一次 唯一的一次 天神功 来自仙台的浩瀚仙力 硬是以人力 镇压了他这天地伟力 即便迫于压力 不得不屈服于那位 仙台大能 放走天神功众人 大山对天神功 却是再无任何善意 当唐杰与天神功作战时 他的心愿被大山感受到了 我发大宏愿 世灭天神功 那几乎正回应了大山的心声 我发大宏愿 我发大宏愿